那有没有哪些新型的诈骗方式和防诈手段呢 来 我们首先来听一下阿蕾 意大利是变感情的 而且是网络感情诈骗 因为意大利人他们我们还是一个浪漫之国度嘛 就是大家对感情还是无法控制 今年有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新闻 是关于一个专业的一个排球运动员 这个排球运动员谈了15年的恋爱 云谈恋爱 15年都在网上谈啊 对 15年都在网上谈 给这个女生花了400万人民币 但是从来没有跟那个女生见过面 每次要见面的时候 她都会有各种借口说 哎 我不行啊 我身体不舒服啊 怎么怎么样 她身边的人都又跟她说 你要清醒一点吧 兄弟清醒嘛 对吧 但是她还是没有办法清醒过来嘛 一直到她的身边的人 她的家人去找了一个电视节目 然后通过这个电视节目的帮助 他们还是找到了 解决了这个问题 帮她走出这种有毒的恋爱关系 这个就是专业的运动员 这个是她以为的照片 朋友 她是把戏啊 她是把戏是吧 她是把戏 这个是实际上骗她的那个人 哦 哦 她用这个把戏毛贴的照片 是的 是的 她一直以为是她认定的 对对对 十五年有点狠 有些人她就是 不愿意醒来 而且她没有办法 就是她没有办法理性这个现实 我觉得她是这个问题 我们意大利最高法院 因为知道我们意大利人在感情人前 我们有一点束手无策 所以专门加了一条 书名性的法律条文 说的是欺骗罪 不会因为欺骗者 违造刺激对受害者的感情 而加重惩罚 而是因为 加害者在打造骗局的时候 的同时 所有的余调跟话术 是故意让人难以判断 真假是非这样的 故意影响受害者的心理状态 而被判定为罪行 如果有人骗感情 他是可以用这段话 来进行一个定罪的 是的 就是可以这样 好 再来看一下杨丽子 之前我跟你们讲过一个东西 叫做就是垃圾笔 你们还记得吗 就是一种虚拟笔 垃圾笔 我就坦大哥 记不记得 垃圾笔 土耳其很多 垃圾笔特别多 这个垃圾笔 它其实没有什么价值 但是大家都会互相抄 然后它的价格就会升高 然后你就以为它很有用 它是一个好的投资 然后你把你的钱都打进去以后 那个开发方 他会把他自己的笔全卖出去 泡出去了 然后他赚了一大笔钱 别人都有损失 但是今天我要跟你们讲一个 具体的案例 你说呀 美国有很多人都 都很崇拜马斯克 然后他在这个 室货币的这个世界里面 它的影响力 它的影响力很大 就只要他发一个推特 说一个什么什么笔 马上会有人去买 所以有一个人想到了 我做一个专门围绕着 马斯克的一个笔 肯定会有很多人 被吸引过来要买 然后他这个还有一个特点 是除了这个笔本身以外 他还有一个机箱物 就是这个 就是还没找出来 这个是他的计划 这是机箱物啊 他要做一个 对 这是他的机箱物 因为那个马斯克不是在做火箭吗 所以他们要做一个雕像 然后把它送过去 送到马斯克的中部 作为一个礼物 送给他 也是他们这个笔的一个机箱物 所以你们可能看不太懂 这是什么东西 他骑在火箭上 对 这是一个火箭 然后这是一只山羊骑在上面 然后这个是马斯克的头 就是这个东西很大 他们现在还在造 这个项目为什么这么有趣 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很奇特的雕像 然后还有一方面 是他竟然脱关系 上了美国一个 很大的一个新闻媒体的频道 真的是惊呆了 Fox Business 怎么会给这些人一个平台 我看一下 我的天啊 Fox Business 他们真的是脱关系 就上了这个节目 而且收采访了 就分享了他这个 Elon Gold Token这个 媒体背书了 就是最可怕的是 现在有太多这样的项目了 所以年轻人有防护意识 他知道 这个肯定是骗人的 因为我已经被骗过五六次了 我不干了 是吗 他上这个节目 他就可以有一个新的观众 就是我父母那一辈 爷爷奶奶那一辈 他们才看Fox 年轻人也不看 所以就夺了一个新的观众 然后他把这个东西说的 好像是一个想样的投资 就好像你投资这个 就会有很大的汇报 他又捕捉了一个新的 受害者Twint 真的是 我觉得其实很多骗数 都是从年轻人开始的 年轻人骗完了之后 很快就会觉醒 觉醒完了吃亏一轮之后 再往稍微年龄大的那儿那儿骗 慢慢慢慢地 因为那个资讯有的时候 不是特别发达吗 就越往下越往年龄大的去骗 总有一个合适的剧本 适合被骗的这个 来 再看一下顾思达 这个不是一种诈骗方式 但它可能就是针对诈骗的一种 或者防止诈骗发生的一种措施嘛 现在我们就进入网络时代嘛 我们每天都会看到很多图片 这些图片是否能表现出来 或者这种正向就不一定了 很多图片有这种修土的这种技术嘛 皮图 对 尤其是人会把自己身材 就皮得特别好看 或者是得连什么皮的 所以挪威政府就出了一个新的法律 这个法律是说 所有就是跟产品推广有关的图片 如果是皮图的话 就需要把一个那个标志 打在这个图片上面 所以化妆品的广告就会这样啊 如果化妆品的广告批了图 它就得打上说 我们这个图经过了处理 我觉得这样很好耶 不仅是公司 还有个人 如果是接到广告的话 就是发在这个Instagram上面 就也需要把那个标志 打上去 不然那些比如说网红 他们本来就发各种好看的照片 他们发的照片呢 都要注明吗 好像是只有代言的时候 就是做平台的 对 需要跟产品推广有关的 对 这个应该推广了 可以推广 反正我也用不到这些 我做美妆博主很久 然后他们会发各种各样的那种粉底啊什么的 然后要我拍照去测评 但是那个的话 相机是不可以骗人的 你拍的那个粉底有多好 它就是那么好 那很多牌子会要求你批图 然后我都会拒绝 都不行 就是你带他买回去的 他们也会知道不好用 对 那翻到你的照片 完全会不对版 是的 所以如果要是 就是没有标注的话 后果会很严重吗 对 对 会有罚款 欣欣 其实德国的诈骗也不是特别多 可能是跟德国人的那种思维模式有关吧 但是最近有一个大的骗局被暴露出来了 是一个二十多岁的一个男孩子 他在德国呢 他有一天喝醉了 然后就跟朋友吐槽说 德国的保险公司到底有多好骗 然后他就突然来了这个非常奇妙的idea 就是要诈骗德国的保险公司 他就开了一个核酸点 然后他就是开始给大家做核酸 他报了是给五十多万个人做过核酸 然后他其实一个都没有 他这个诈骗方式呢 其实就是因为政府有很大的补贴 那比如说做一个核酸的话 要五十块钱 那保险公司会补个二十块钱补贴 然后那个政府也会补贴个十块钱 那但是如果你成本本来就不在的话 你每一次核酸都可以收个三十块钱这样子 所以他这整个诈骗行为赚了差不多六百多万欧 六百多万欧 后面他是 他是被那个银行的一个工作人员发现有点不对劲 然后就举报了 然后后来他也是就是警察在问他你怎么会这样 他说就是因为你们太好骗了 想证明一下他有多好骗 又我喝酒了 对 真的挺好骗 就是可能跟你那个打电话的那个一样 变形很好骗 对很好骗 问题是你们的警察难道不应该说 嗯 这么确实很好骗 对对对对对 证明一下这一点 对 我觉得这个需要用很高的那个什么刺册 因为他们可能很多事情是那种一板一眼 没想到会用这招 对 骗人就算了 很没良心 再来看一下一只赖 日本呢 日本诈骗也太多了 我前一段时间 是吗 对很多很多 日本最近什么了 我前一段时间在日本的时候 就是外公外婆都没有 就是根本都不能用手机 可是在日本打疫苗 是必须得要用手机预约的 对 然后我帮他们的时候 根本都预约不到 然后他们就很着急 他们都想要打疫苗 然后这个时候就有了诈骗团冒出来 他说有付费通道的 然后骗老人家的钱 好惨 坏 对 还有一些就是 直接去就是独居的老人的家里面 说你们下水道有2800个病毒 我们要处理一下 2800 好详细 你是怎么数的 1 2 3 4 4 5 6 这个好像是日本 对 日本 然后直接去厕所 就是假装消毒 说要几十万日元这种 对 就是日本差别太多了 你看 每年每年都会增长 然后最近都是 66亿2000万日元 受害 就是受害 就是每一年的一个仗 每个月 不是一年的一年 一年的一年 每年166亿 每个月太快仗了 所以呢 日本出现了一个 叫反炸操的一个东西 哦 对 然后说是 他拿捏人家的良心 不流汗水 带着微笑欺骗我们 赶紧挂电话 千万 就是千辛万苦 走到这里已经不容易 没有是政府突然要你的钱 这种 还会跳舞吗 这个是说 边做操 对 去歌词 对 所以就是很好记 很好记 太卡哇伊了 你会吗 我不会 我 这跟小 这跟小朋友的健康操一样 老人的反炸操 哦 那现在老人和小朋友 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 对 老小孩 老小孩 所以听着就好卡哇伊那种 对 好 好 现在其实真的互联网欺骗的方式 欺诈的太多了 违法行为是有一个生态土壤的 土壤就是技术 嗯 在这件事情上 中国做的确实 做的很用力 中国在对于利用电信和网络 实施诈骗的活动 非常非常重视 2020年专门成立了一个 专门就叫国家反诈中心 非常明确 摆明了 就是要保护大家不被骗 去年一年的时间 他保护了多少人 6178万人 哦 哦 哇 土壤其身库差不多 然后避免他们受骗 涉案的金额达到多少呢 人民币是3291亿 哇 对 好多啊 这是截止到2022年4月份的数据 所以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大家手机里一定要记得下载 国家反诈中心APP 尤其是家里的老人 他使用智能手机 没有那么熟练的话 帮他下放大马的那个大字号的 帮他下号 帮他注册好 我但凡接到一个 比如说香港或泰国哪里的电话 过来之后五分钟左右 一定会有一个我们所在辖区的派出所 会有一个民警 马上给我跟进一个电话 说你刚刚有接到一个境外的电话 那个电话刚才找你是什么关系 不要不要付钱 然后任何时候不要 他是说什么话等等 他马上会来问你的情况 而且他还会上门宣讲 就他会带着那个宣传的单页到你家里来找你 真的 但是我没有下载这个反诈骗这个APP的话 其实我每次要有一些电话就00开头的 我没有接 但是马上就会接到一个短信提示 就是说你该接到了00电话 是的 就是对一次诈骗 这个就是咱们运营商做的事 上次我去办证件 然后那个警察叔叔在打电话 又有一个诈骗了 然后他打电话 他就那个人不接 他就一直在打电话 那个人一直不接 他就挂电话 他说我要现在过去去敲他的门了 是因为有一些很执迷不悟 对 其实刚刚大家讲了 就除了下反诈的APP之外呢 我觉得刚刚一直在提的那个反诈操 也挺有意思的 就是让老年人锻炼身体的同时